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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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同学做好哦! 我先发一份 等一下再发一份 我们一开始 上这一门课 我就特别提到了 我就特别提到说 我们用自己这个班 来自己设计题目 最后呢 自己做一个统计 自己自我分析 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报告 当然这个是虚拟的啦 虚拟的 所以等一下呢 等一下发两次 然后我会给你们规定 在人口变相的时候 你要填怎么样一个状况 发两次 然后用不同的角度 自己去思考 你现在的职位是什么 你不同的角度来填这个问卷 那我们才能够做一些统计 这样懂吗 我们不是真正的 这是虚拟的 虚拟的 所以我等一下发完以后 我再告诉你们 你们谁要填哪一个部分 谁要填哪一个部分 好 我先发一份 好 听到这边咯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呢 你必须要用你的想法 现在每一个人都用 用什么呢 用作业员 每一个人都用作业员的 就是说你是一个一般的职员 一般科技业的职员 一般科技业的职员 大概是属于那种业务啦 操作啦 这种一般的人员的角度来写 每一个人用这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这两排 你们这两排 你们第一排 第一排呢 是在资本额是第一项 第一项 然后呢 那个员工数呢 在第二项 第一项好了 第一排资本额员工数都是第一项 第二个呢 就是第二项 第三排就是第三项 第四排第四项 第五排第五项 然后第六排 如果没有的 就任意写 这样懂吗 好 我再讲一句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模拟 我要写两次 第一个 你们要用 你的角度是用一般的人员 操作员啊 业务员啊 这种人员写这个问卷 然后呢 第一排 这个第一排的人呢 在那个 上班公司的资本额 跟员工数的部分 用第一个 第一个 填第一个 第二排填第二个 第三排填第三个 第四排填第四个 那如果已经超过了 那你就任意填 第五排填五个 第六排填第六个 第七排 第八呢 你就随便任意填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问题呢 现在开始先填第一份 我们等一下收回来以后 我们再填第二份 好 先填 那为什么还要一份 我跟同学们说明 我跟同学们说明说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一份 我刚刚特别讲 听到这里 这是虚拟的问卷 这是虚拟的问卷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数量 才能够做统计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数量 这样做出来统计呢 那个信效度是不足的 有很多人的报告 那个什么 御师问卷三十份 三十六份 或者报告里面写了说 我的问卷回收四十份 三十七份 他这样做出来统计 那不叫做统计 除非说 他们那个三十七三十八个人 通通都是顶尖高手 是属于那种 真正在那个领域里面的高阶主管 他的意见真正能够代表 那个整个公司的意见 那种的话也许可以 二十个人 二十五个人 是够的 一般的问卷 光是预示 光是预示 至少呢 如果是我的看法 以前我做了很多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了 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没有到一百五十份左右 你的预示的成果是不好的 至少一百五十份 通常我自己做一个实验 到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二十八的时候 大概就勉强了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是试练习 所以我希望说 大概九十份左右 我就可以做统计 下礼拜我们做统计 那个数据就会很漂亮 因为统计一定要有量 你不能很少的量在那边做 那做出来都 那个东西都不能看的 都没有意义的 因为统计 所谓统计呢 就是要比较 数量比较多的资讯 才叫做统计 然后呢 数量达到某一个程度 才会有所谓的 normal distribution 才会有一个 我们讲叫常态分配 没有常态分配呢 基本上就不成立了 统计就不成立了 好 所以我们第二个呢 要再做第二次 接下来我要跟同学讲 第二次的时候 希望你们用不同的身份 去想这件事情 不同身份 什么叫不同身份呢 你们用课长级以上 主管 用主管的角度 当然也不是老板 如果这个是员工 课长工程师 课长工程师 这个都是员工嘛 你用工程师 用课长 或者用这个管理阶层的 叫做 譬如说你要ERP的管理师 这些角度来写这个问卷 然后呢 刚刚我讲说 第二 公司资本额 跟公司员工数 反过来 这边第一个 排着写一 选一 第二排选二 第三排选三 这选四 第五项 第六项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任意选 好 那我再把它发回去 发下去给你们做 如果你问卷 刚刚我们测 两个同学测出来 结果都是一样 都是五分钟填完 如果你的问卷 五到十分钟可以填完 大概接受度都够 如果超过十分钟 你的问卷 大概不大人家 让人家去愿意去填了 不大愿意填了 好 你们现在用 刚刚我讲了 角度是用课长 工程师 这种角度来写 然后呢 一二三四五 从这边过去 刚刚 刚刚 我们做 五十四位同学 五十三位同学 五十三位同学的话 应该是 有几个 五十三位减七 四十六 四十六位里面 就等于说 我们收到的问卷 应该是 大约差四十七位 四十七位呢 等于九十四份问卷 九十四份问卷 我还在讲 九十四份问卷里面呢 我刚刚把我自己的 拨出来给你看 我自己拨出来的话呢 好 进来我的网页 我第一句话 这跟着我一辈子的话 我不要问别人怎么样成就 也不要羡慕别人如何幸运 要问我自己尽力了没 当然这是我其次的 第一句话 既然花了时间 你干嘛去 不把时间放在这里呢 第二个呢 黑板上我写 将心比心 我为什么叫同学帮忙 两位同学册 写这个问卷要多少时间 五分钟 五分钟而已 结果呢 刚刚说多少 八十六份的 不是 四十六 九十 九十四哦 九十四问卷里面 有九个废卷 这九张是废卷 然后同时告诉你们 废卷怎么判断 你看就知道了 一整排 勾下去 一整排勾下去 你为什么不愿意 花这五分钟 将心比心 今天是 今天是模拟嘛 刚好你有把这个 废卷弄出来是模拟嘛 我本来也要告诉你们怎么样 像刚刚讲说 真除错 我可以一题正用肯定句 到中间插一题 完全一样用否定句 了解你是不是乱填 好这个呢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检式 问卷回收以后呢 我刚很快速的这样看 我就已经找出九个废卷 九十四里面有九份 九十四份里面有九份 他就可以算出他的叫做 一个叫回收率 回收率是百分之百 我们总共通通回来 叫百分之百回收率 里面有效问卷是九十四分之九 看是多少 这就是叫做有效问卷的有效回收率 用这里面呢 来做一个报告 然后做一个探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会找几个同学 大概两三位同学 来扣这个东西 叫做扣顶 扣顶 那有几位同学 自愿的吗 礼拜六礼拜天可以扣的吗 大概一个人 每几个人扣就好了 然后怎么扣法 我会告诉你们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会 不是只有帮忙扣的人才会 每一个人都要会 其实很简单 我也可以分下去 每一个人都扣 扣完以后每一个人回来 我这并在一起也是一个档案 只是说比较麻烦而已 比较麻烦会收到最后 因为我下礼拜会教你们如何统计 下礼拜教你呢 从除错开始 真错 除错到性度分析跟效度分析 大概下礼拜就只能做到这里 在下礼拜就教你真正的统计 这是我们这个 有几位同学可以帮忙 大概五位同学来分好了 好 那等一下呢 看谁帮忙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